美妙來拜拜 聖廟來保備 讓我們大家平安健康賺大錢 三月瘋媽祖 這一站來到台中烏日的聖母宮 今天除了要幫媽祖祝壽 同時還要帶大家認識 當傳統的信仰 遇上了現代的創新 要怎麼樣一起為媽祖弘揚精神呢 那今天聖母聖誕啊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祝壽的活動 可以說一下有哪些嗎 三天的燃燈法會 那因為這個天上聖母呢 是在道經裡面記載 他是這個所謂的福斗援軍 他就是長人間這些禍福之士 所以我們這幾天的法式呢 主要是做這個燃燈點燈 然後祈安的法式 然後祈求這個聖母呢 能夠加持這些眾善性的圓塵光彩 然後平安健康這樣子 在照片修祝 那除了祝壽儀式之外啊 好像還會有一個消災解惡的活動 聖母是福斗援軍 主掌人間的這個禍福 所以呢我們會設立一座這個 王母金橋 由道長呢帶領這個所有的信眾呢 走過這個金橋 我們認為齁人的一生當中 或每個月份會有一些關卡 跟一些就是困難 那我們走過這個金橋 象徵呢 這個道長帶領大家 走過人生的層層關卡 還有一些不好的這些關線 那呢 可以迎來光明跟希望的人生 那這也是烏日聖母宮呢 這次特別 他做了這個法式 這個順行的意思呢 就是象徵了把好的運氣迎進來 那走到十二生肖的蛇 這一關的時候 我們倒對走 因為像蛇一樣會脫皮 象徵我們把不好的 厄運呢 脫離自己的身體 然後呢 保護大家呢 能夠在一年當中啊 平安吉祥 那我們創辦這間聖母宮啊 那公主你最主要想要就是 宣揚跟傳達的一個理念是什麼 建宮 做到聖母的代言人一路來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受 無論兒子 無論社會主民 都需要教育 所以我們聖母宮選到 教育這個方式 來代領眾生 驚到他美麵的人生 讓每一個人心中有希望 日志有光明 遇到信仲呢 會有一些疑惑 需要解禍的時候呢 就會來請示我們的 撒嬤 請示我們的聖母之後呢 然後由我們的師姐 來替他們做解禍 主委啊 你好 你在這裡工作很久啊 那有遇到過媽祖一些保佑你的事蹟嗎 有 我是從事那個演藝術公司 既然到西洋那邊作業打游泳 那我們船長有一次他在那個作業的中間 他一兩個月他感覺身體不舒服 船長那裡邊還有大副還有車 那個我們那個輪機長 這個怪怪的 這個可能是有問題 我們就打給我們師姐 請示我們那個三媽祖 他說有問題 可是你要趕快進港救世 這是媽祖給我們一個啟示 說人民一定平安 心不要彷徨 把這個心安定下來 有一次你在出海的時候 是媽祖救了你啊 我們是也是拜台中這邊聖母宮的撒嬤 那一天的下午 歡柔覺得很奇怪 結果隔天早上 就人家來會船的時候 就跟遊船相撞了 雖然是崩撞 可是沒有很大傷 歡柔傻媽在跟我們提醒我們 叫我們這幾天一定自己要小心注意 祖祺 我發現我們聖母宮的設計很不一樣耶 外面我們所有現實出來就是 一種現代式的 不過我們裡面暗藏我們的鼓鼻 就是媽祖的精神 所以我們的大門 我們有用這個 左青龍 右白虎 前朱雀 後懸弩 來掀視我們的大門 再來我們還有用這個 飛天跟這個北瓜來代表 再來再想到最後一項就是 它裡面有白鷗七星 因為這尊媽祖 它是福到完根 所以它有白鷗七星來我們基因 再來兩個歡 用的聲音叫無籍三聖母娘 再來我們的中尊就是媽祖 我們來整個現實 我們這間宮的特色 從內心的修煉 進而到外在有好的行動 與善的付出 甚至打破國界到各地交流 我想這就是烏日聖母宮 那麼令人喜愛 而且與眾不同的地方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